也是云端白板裡面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 也是其他補充範例 云端白板裡面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 也是這個 其他補充範例 那剛剛是入門 現在是進階 在進階裡面 等一下請各位先幫我下載一個 叫做大樂透開獎程式 那當然程式碼 所以一切一切都在上面 不過這一題比較特殊 因為後面會需要什麼 請各位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解壓說出來 那因為這一題 比較特別的是 我希望在表單裡面 會有什麼呢 有那個 就是有1到49那個圖 那個圖檔 所以我也幫各位怎麼樣 把這個圖檔放下來 然後這邊有個範例檔 所以這個是一個壓縮檔 你就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大概兩個階段的問題 所以1到42 這個其實 這個題 這個不過只有1到42 那不然我們就假設1到42好了 好像少了幾顆球 就1到42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這個題目實際上是 我從之前教VB.NET 轉變而來 就另外一個Visual Studio 它可以辦得到的 那在這邊VBA能不能辦得到 最後發現 其實也沒問題 而且Round也還蠻OK的 那Visual Studio 這個算是一個大型的開發工具 你光是安裝就是一個很費事的事情 它做很多設定 另外的話你可能版本還是最新的 另外那個環境要花很多錢 其實如果你要 那當然一般人 如果說你不花大錢 又可以達到那個目的的話 那個就可以用VBA來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請各位先把它解出來 然後第一個問題就是 按開槍 第二個問題就是啟動錶單 跳出一個錶單 這個是額外做的 幫我把七顆球放進來 按下開槍 自動換 不過這好像有重複 要把重複的拿掉 OK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該怎麼辦 好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OK來換面先換給各位家 你們先到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其他補充範例 進階裡面有一個叫大樂透開槍程式 各位開啟之後 當然這個大樂透按鈕是沒有 你自己要自己加的 就是因為程式寫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加上去 給你們東西是沒有程式的 等一下你們自己加上去 反正雲端上有 你至少會複製貼上 然後做個按鈕應該都不是問題 好 反正以後的話就照這樣的方式 以後如果說你寫好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雲端也可以 你有需要的話去你雲端上複製貼下來 再來修改一下 恐怕這樣的話會比你要去背一些東西來更重要 但初期我建議你還是要多累積一些東西 或者你寫在筆記本上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放在雲端上也可以 反正最後是要能夠找到那些資源 這才是最重要 因為你要無中生有 完全沒有基礎下 要重新把一個東西寫出來 那是要花很多時間的 所以其實我在雲端上也在累積 反正累積後來發現 對各位應該有幫助 所以每個都範例 範例越多越好 所以以後的話 累積一大堆東西 以後你要找什麼 其實全部都有了 那這樣的話 反正各行各業有不一樣的需求 但是一樣的東西就可以拿來參考 比如說我覺得那個同學還蠻妙的 他是可能飯店業 然後有那個一桌多少 他可以按下自己可以產生一個編排 這個導師還蠻不錯的 那想法很好 當然也要花一些時間 不過至少可以證明說 他真的是很用心在學習 不過你會發現 當然有兩個重點 就是打開那個VBA程式 還是我有點不太滿意 第一個 他沒有縮排的很好 縮排的 比如說我的寫 你們看我寫的程式 都會有一貫的 怎麼縮排 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頭一定要縮排 這個回圈裡面一定要縮排 這個回圈裡面一定要縮排 這個跟這個是一對的 這個跟這個一對的 那一幅跟一幅也是一對的 那一幅裡面一定要縮排 有沒有 你們會發現 我會有一貫的寫法 我不是說我今天這樣寫 我明天這樣寫 沒有 全部都是照這樣的規則 所以我看到你們不是這樣的規則在寫程式 我看起來就會不舒服 就會想要說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他沒有寫任何的註解 有沒有 那你如果沒有寫任何註解 除非說你是已經高手了 不過高手也不可能高到這個樣子 這都沒有東西 我建議養成好習慣 一定要加註解 除非說我可能是像上課時間沒有那麼充裕 那我就簡單打幾個字 至少讓你們知道說 這裡是做什麼動作的 如果有更多時間 我會把程序的說明寫得更詳細一些些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此時此刻 你是很清楚在做什麼 但是你隔一段時間回頭看 你一定會忘記 而且你要花很多時間在想這個東西 到底在寫什麼 我跟你講你要花很多 你會頭很痛 所以與其這樣 倒不如你就先在你腦筋清楚的時候 把每一個每一個可能你將來 所以你要告訴你的未來 寫給誰看 寫給你的未來看 你要想說你未來有可能 你什麼都不知道了 那你的未來 就會回頭會感謝你的過去 其實都是你的未來跟你的過去對話 所以這還蠻妙的 雖然你感覺是你是一個人 但事實上你是很多人 你在每個階段其實呈現的面貌都不同 所以你要怎麼樣跟你的未來對話 這一點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累積了一些東西的話 你對你的未來是可以交代的 你未來會很推崇你的過去 但是如果你有一段時間是很鬆散的 你的未來一定會 對你的過去其實會很指責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不過這感覺偏離主題太多了 我主要的目的是跟你講說 請注意一下 一定要縮牌 一定要加註解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不要太有自信 相信自己的記憶力 因為你的記憶力隨時都在衰退當中 因為你吃了太多不應該吃的東西 現在很多東西吃到 比如說每個人都變成記憶力衰退 每幾歲就已經有阿滋海默症的症狀了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加註解之後 至少你暫時可以把這些東西暫時忘記 沒關係 因為千萬不要把一個程式放在你的腦袋裡面 你放久了之後你會很辛苦很累了 所以這些東西盡量可以放在 不要是你的腦袋的記憶空間裡面 而是放在它應該放的 隨便放遠一點好了 需要的時候把它拉出來 它馬上可以walk 這是最好的境界 OK 好 所以第一個 按下它 可以幫我把這個顯示出來 那我們可以分兩階段來看 第一階段就是亂數輸出 那亂數輸出 第二階段才是檢查它有沒有重複 不過這個邏輯有點困難 但是也不用鑽六腳尖 第一個如何產生亂數直接輸出 其實規則很簡單 for i 等於第二列 輸出第二列到第八列的B欄 所以呢 for i 等於二到八 然後呢中間 sales i 到點 B欄 輸出什麼呢 等於一個數字亂數 那個亂數是什麼呢 就是rnd 有沒有 小瓜糊 那我的大多個號碼是乘上 多少 49 對49 可是會有個問題 有沒有 對49 如果乘上49 那它應該會產生幾個號碼 就是 那如果你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int好了 它就是最大是0嘛 0到不可能1嘛 所以是0到48.999 然後所以這邊的話0到48對不對 那跟1到49有什麼關係 差多少 差1嘛 所以加1比較好 加了1之後不就是1到49 所以我們的公式就出來了 好應該懂那個推敲吧 不用死背 你如果通了之後 你就會寫出來了 OK 應該懂這意思吧 我會像我以前光看這個 我看了一個月我都看不懂 後來我才看懂 因為我看了很多書 每一本書寫的都不一樣 害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一個 哪個作者寫的還是對的 後來我發現 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思考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之後再也不用去看書了 就記起來了 OK 不用背了 了解為什麼就好了 因為每一本書講的都不是那麼清楚 才能亂述就出來了 這中間到底怎麼以為是 沒有講得太清楚 重點就是 RND函數到底產生什麼 就是0到1 但是不會等於1 會小於1 這樣子你就理解了 OK好 那所以把它寫在回去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我寫完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直接來看 所以插入一個這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大樂透 然後for i 等於2到8 sales必然等於這個 乘上49沒錯 然後就是0到48加1之後 就變1到49 OK 好 然後這個地方 第二階段是檢查有沒有重複 這個就難了 就是這個東西 這一段 那我講一下邏輯 因為如果說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今天先註解掉 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一次沒有重複 這一次 重複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去檢查 有沒有重複 這個檢查工作 方法很多 你要怎麼檢查 當然就量量量量檢查 所以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我先抓 我的檢查方法是 第一次的話 這個指的是i 他先抓出來 跟他底下的全部比 這樣就比輪了 再抓他 他要跟上面比嗎 不用因為比過了 再往下比 他再跟他的往下比 他再往下比 一直到哪裡呢 到這個就沒有了 就不用跟自己跟自己比了 對不對 所以一直是往下的關係 應該懂我要寫的邏輯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樣邏輯 他一直往下 他也是往下 一直往下的話 那寫出來的程序 特別注意就是旁邊這一段 這個可能對各位來說是有點難度 不過你剛才看久了 應該說 for i 等於1到7 1到7指的是1到7個號碼 不是1到7列的 然後呢 再來是1到7 位置不對 所以這邊應該是2到8 跟正一下應該是2到8 所以這樣的話才會抓到 應該抓的位置 然後呢 第二到第八對不對 那J等於什麼 J等於他的加1之後 就他下面往下的 i加1到7 應該到6就可以了 我跟正一下應該是到6 有沒有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扣掉了 那就往下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抓到他自己第一個 比如說第一次 他是第一個先抓什麼 抓他到這邊對不對 然後呢 J是什麼 J是這個 J加1嘛 J是3 第一次一定是3 那3的話就抓這個 兩個來比較一下 有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的話呢 這個J有沒有 他就會在怎麼樣呢 從這邊是3 到 應該是這個往下 他會一直抓 應該要抓到第八個才對 所以應該是 這邊一樣是8 一樣是8 OK 那這樣的話就會一直往下 抓抓抓抓抓抓到八個 對不對 然後再換下一個 再換下一個的話 那i如果等於 等於3的話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他又J又加1 就是第四個 第四個到第八個 有沒有 然後就往下一直往下 OK 他全部都比完了 我的邏輯是這樣 應該這樣的邏輯是最 最簡單 我想我自己覺得是最簡單的 那當然不只是這樣的寫法 這個如果說你要再去深入的話 它就是一個演算法 演算法的話 當然又是更深一層的 那種 真的這個東西 那當然我們沒有需要鑽那麼裡面 反正就是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那我寫一個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給各位參考 那可是如果它兩個相等的 有這兩個相等的 那相等怎麼樣呢 必須回頭 什麼意思呢 回到城市的前面產生的位置 特別注意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技巧 就是VVA裡面 如果你希望城市怎麼樣 它能夠回頭 回頭的話 那你要怎麼寫 特別注意有個GOTO的敘述 RND 這個是自己定義出來的標籤 這個所謂標籤就是說 這邊要加一個冒號的標籤 GOTO它就勾住到這邊了 表示說如果有重複 那它就重新再來產生一次 OK 產生一次之後 然後要怎麼樣呢 那就繼續在產生完之後 再比一下 直到完全沒有 它才顯示出來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邏輯吧 OK 所以這個其實 看起來其實沒什麼 但是很傷腦力的 你要把這些完全能夠理解 真的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那要怎麼樣 比較方便理解 建議就是射中斷點 慢慢去跑 比如說我們射中斷點在這裡 執行一下 這邊好像 都沒有 有重複了對不對 如果有重複 什麼狀況重複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這個 這個 跟這個 好 那也就是說 當I等於多少 I等於2的時候 當J等於多少 J等於5的時候 5剛好就是第五列有沒有 那它會是重複的 所以抓到的值26 跟26是相等的 對不對 那它就go to R E 就是 RND 跳上去 有沒有 因為這邊有個標籤 它就會跳到這個標籤的下方 繼續重新產生的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有的時候 你需要讓程式回頭再跑一下 那大部分就是說 可能發現比如說 數字重複 或者是說可能因為結果不對 那你就讓它重新再跑一次 OK 好 那不過它可能要小心使用 因為如果說這個沒有 一直都跑不出結果 它會無窮圍 它會一直跑 跑不到盡頭 OK 好 這樣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把程式 看一下 是我雲端上面應該也有放 這邊有程式嘛 其實好像在 在這邊也有放 在我們那個前面這邊 大陸座這裡也有 OK 那我把它up day一下 OK 好 然後在雲端上面這邊程式嘛 這邊也有 大家都說我 我把它up day一下 好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嗯